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各位好朋友 歡迎來到中壁五四三的直播平台 我們要繼續跟大家分享這個談天所以第五十四集 五行大義 事實與五方的第三段 五行的強弱 妄向修求史 我們來看這張圖 那根據藝學理論的一個說法 世界上任何一件事情 它都有五行的屬性 但是這五行的屬性 它並不是一直都不變 而是呢 它會隨著時間的變化 會隨著時間的變化 讓這個五行變強或變弱 那變強或變弱呢 它有五種狀態 這五種狀態就是所謂 用妄向修求史 這五種狀態來表示 五行的 它的一個妄勝與火的一個狀態 那所謂妄就是妄勝 那表示五行當中力量最強大的時候 那這是這一季裡頭最強大的力量 那這個叫做妄 那所謂相 相是次妄 這是第二個妄的 那相原來的意思是宰相 宰相是胡左的意思 是胡左的意思 所以呢 它是處於這個相 處於這個相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現在講 就是說 在古代中國的 它四十五方 我們剛剛特別提到 那四十就是一年的四季 那五方就是東南西北中五個方位 那這個四十呢 它跟這個 這個五行當中的妄向修求史 是有非常密切的關係 在一年的四季裡面 在一年的四季裡面 每一個季節都有五行當中 五行當中都有妄向修求史 都有這五種狀態 都有這五種狀態 那我們現在看妄 妄這個意思呢 就是日王 它是一個王的意思 表示它的力量非常非常強大 那這妄的力量強大 甚至可以比相多三倍以上 當然也有人說兩倍 三倍 那不一樣 但是基本上妄就表示 這一個五行在這一季裡頭 特別妄 就是會不會妄生的意思 那第二個妄 第二個我們叫做相 相呢就是宰相的意思 宰相呢是輔佐 輔佐 是一個什麼呢 是一個介立的一個觀念 這介立的觀念 就是說它的力量不是很大 但是它可以用來介立 那這個是第二個概念 就是屬於相的概念 那第三是修 修什麼意思呢 修喜 修喜的意思 就是說退休的狀態 就在這一季裡 最好什麼事都不要做 因為做了也沒用 所以呢就是屬於修喜的狀態 那這叫修 那第四種狀態是修 修的意思是衰落 所以最好是不要做 一做呢就會被關起來 那修呢就是被關注的意思 被關注的意思 也就是說 在這一個季裡面 就某一個金木水火土當中的 某一個字 某一個字 它是屬於衰退的狀態 衰退的狀態 那另外死呢 是屬於被克制的狀態 那被克制的狀態 就是說 完全沒有機會了 就是毫無生氣 毫無生氣 的一種狀態 叫死 所以妄向修修死呢 就表示在這一季當中的金木水火土 它是處於哪一種狀態 哪一種狀態 那我們傳統的這個理論裡頭 把這個五行跟四季相對應 那四季相對應裡面 它因為四對五 所以他們又生 就把四季變成五季 變成五季的意思 就是說把每一季的最後一個月 把它收攏在一起 就變成 一個特別的季節 特別的季節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在最後一季 前兩個月 春天裡頭前兩個月 它是屬於 本來的季節 那最後一個月 它的性質就會變化 它的性質就會變化 就被歸類為四季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季呢 就是夢中季 夢中季 我們像伯仲季 夢中季 夢就是老大 中了 就是我們想 夢春就第一個月 夢夏夏天的第一個月 那季夏夏天的第二個月 那季夏夏天的第三個月 那季夏夏天的第三個月 所以中春就春天的第二個月 那如果我們說夢春 夢春有時候寫書法的時候寫夢春 那就是春天的第一個月 那如果寫中秋 是秋天的第二個月 那如果寫季秋 就是秋天的第三個月 大概很多人都是用這種寫法 就是每一個季節的第三個月 就叫做季 那第一個月呢 叫做夢 第二個月呢 叫種 第三個月呢 叫做季 那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季春 就是農曆的三月 就是成月 這成月 然後呢 這個季夏 就是農曆的六月 農曆的六月 那這一月是所謂未夏 就是 然後呢 季秋 就是農曆的九月 就在虛月這個月份 然後季冬 就是醜月 就農曆的十二月 那如果是屬於季春 季夏 季秋季冬 它的屬性 都是歸屬於土月 所以我們來看這張圖 看這張圖 這張圖 你們可以看到春天 春夏秋冬 就是第一個月 第二個月 然後最後那一欄呢 四季 就是說每季的最後一個月 第三個月 所以四季呢 其實有四個 那春天的時候 春天 就春天 一夜跟二月 農曆的一月跟二月 這一月的時候 我們可以看到 木 在這個月 木最旺 所以木下面有個旺字 然後這個旺 像的火 火是屬於次旺 所以火下面有個像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 修 這個水呢 是第三旺 所以它是修習 然後第四個呢 就是說金 是球 然後呢 土呢 就是死 土的死 它這種 這個邏輯呢 基本上來講 你可以想像得到 就是說 如果是所生的 所生的 因為春天啊 生木 春天生木 所以木就屬於 最旺的 最旺的時候 那如果是說 如果春天 木旺 所以木 但木呢生火 火呢是夏天 所以火呢是次旺 所以火就變成像 變成 火在春天就變成像 修呢就是修習 修呢生最旺的屬性 就是最旺的屬性的五行 就是屬於修 就修習 例如說 例如說 水生木 水生木 所以春天的水呢 就屬於修習 那所謂求呢 就衰落 衰落 就是克最旺的屬性 就屬於求 例如說 金克木 所以呢 春天的金呢 就是屬於求 所謂死呢 就克制 克制 就最屬的就是 例如說 木克土 所以呢 木克土的時候呢 土就變成死 所以他用這樣的一個邏輯 深刻的邏輯 在每個季裡面呢 就把這個 這個 就把這個 旺向修求死 來把它寫出來 所以在這個圖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 在春天的時候呢 堅求 木旺 水修 火旺 土死 這是他的邏輯 然後在夏天的時候呢 金死 木修 水修 火旺 土向 在秋天的時候呢 金旺 木死 水修 火求 土修 在冬天的時候呢 金修 木向 水旺 火死 土求 然後在世紀之末的時候 世紀之末的時候呢 他是 金向 木求 水死 火修 土旺 那所以呢 這個 我們很多人看八字的時候 怎麼看這個 看這個 望向修求死呢 基本上也是這麼看 那基本上就以日圓作為基準 以日圓作為基準 然後跟日圓呢 能夠增強日圓的力量呢 就是所謂的望向 如果是克制的力量 就是修求死 所以他看他的生克 那這樣就可以排出 可以排出呢 跟日圓相生相克的一個 一個邏輯 然後在你的日圓裡面 當你行到某個月份 或者是某一年的時候 他也是一樣有望向修求死 這樣你有狀況 所以基本上來講 八字的強弱 或者是八字的人的一個命運 就是用這五件事情 來加以表達 如果你的期望的時候 如果你處在最望的時候 那你做事情都非常的極力 如果你處的狀態是 像的時候 就是沒有那麼極力 但基本上還是好的 如果你是處的狀態 是修的狀態的時候 意思是 最好是休息一下 換個工作 轉換一下心情 意思是這樣子 如果碰到修的意思呢 就是說 最好少做一點 因為做越多 問題越大 如果是碰到死的時候 最好什麼都不做 靜靜的等待冬天過去 以備來年能夠再起 所以他這樣一個邏輯 就把人的一生當中 每個月 每年 或者一生當中 他什麼時候 應該要努力工作 什麼時候應該要認真讀書 什麼時候應該要修養 什麼時候應該要自我克制 什麼時候呢 最好是說隱頓 在隱藏起來 那就會有個人生的一個邏輯 所以妄向修求史 就會被廣泛的使用在 這個有關於人的 命相 生命的一個桌子裡面 所以呢 這個第二段裡頭 我們要跟大家講 五行大義裡面的 這個妄向修求史 他的邏輯 他的邏輯 那如果各位呢 將來可以自己看一下自己的八字 然後利用深刻的原理 可以大概知道 自己的 自己的 這個 妄向修求史的 這個金木所有土的 一些 基本的一個邏輯 基本邏輯 我們休息一下 等一下繼續來跟大家 來分享第三段 五行大義的時空概念 我們休息一下 謝謝大家收看 謝謝大家